大家好,我是阿海 我现在云南省齐镜市福岩县 之前有网友委托我 让我帮他找山林地可以养殖的 刚好我们今天找到了 后面就是占地200亩的山林地 租金特别便宜 一年一亩只要100块钱一亩 这个200亩呢 2万块钱一年 5公里就可以到达厚守镇 这旁边是通的电 后面就是三厢电的电杆 60年的使用产钱 它可以转让,也可以租 这边是在岩石森林那种感觉 里面的环境特别好 我们就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怎么样吧 现在走的这条道是属于国道 道也比较宽 我这边走的10公里就是复原的县城 右手边就是这个林地 也属于山林地 它可以作为一个零下经济使用 如果需要办农庄,农家乐 需要均匀的,要自己办正的 办正就可以均匀了嘛 里面有房子 然后这边右手边,这边是这个电线 这个电线是三厢电 从这个电杆线这里拉到那个房子那里 可能就三四百米,而是比较近的 但是现在房子里面的用电是用太阳能发电的 里面水倒是方便,有水的 左边这个山林地树木比较高 也是岩石森林那种感觉 这边山林地从前面一直走 走几公里呢 这个路边都是这一片使用前 现在这边有点小路可以进去的 车也可能开进去的 这边是一个交叉路口 左水边呢也可以下去到山澳里面 山澳里面它有那个流水的 左水边过去呢,往这边进来就是房子 到这个山林里面特别阴凉,特别凉快 你看这个山林树找到老高的 里面它是松树 还有别的树种 这边是住的房子 现在玻璃还是完好的 门前呢,你看这边像森林一样的 往前面那边过去一点白白的那里 那就是养鸡房 它以前养了鸡的 我现在开一下门给大家看看 哇,它这个以前人家开开来 在里面也吹的 你看 这个房子上面就是十面网 没有漏椅,没有坏掉 往这边过来呢,又是一间了 这一间差不多15到20平 也是对了好多早午 上面窗户呢,正常使用 你看下面玻璃的是完好的 这边过来呢,还有一间 这边是另外一间 这间大一点 它床都在里面 你看 这个地方呢,主要是 电是用太阳能的 铺在房顶就可以用电了 从这个房子下面是一条小路 小路是长了这个杂草 把杂草弄掉了 下面就是那个养鸡房 现在我们就绕过去 这个房子侧边是一条小路 这边修整一下 从那边开车呢,可以开到这个房子侧边 也可以下得来的 这个房子呢,有三间 每间房子平均有15到20平 这边就是一个平台式的 然后这一间的房子 面积比较大 这边是养鸡房 我们看看房子后面吧 房子后面这边就是一条路 路可以开到这个房子后面 只是长了杂草 把草清一下就可以了 上面是十面瓦 没有坏的 这一片的面积会更大一点 你看这里还搞了一个烟囱 你看到杂草就显得面积小 这一片的周边 你看这个灌木槽加这个房子 一圈的下来都有200亩 每一间差不多有20到30平 以前是这样的 你看是这样 上面它是为了隔热啊 搞一个塑料纸 房子侧边的看 层高还是蛮高的 都有两三米 房子后面呢 就是这一排房子 真的是岩石森林这种房子 哇塞 往这边上去呢 就是一条主路 主路上去呢 就是到那个柏油路 这边就是房子后面 刚好这个地方 站立了有200多亩 就抱个200亩 也不稀高啊 这上面这片森林啊 这片树林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一起来做一个养鸡场 岩石森林那种养鸡场 那个鸡也比较好吃 比较香的 估计卖鸡 那也可以卖不少钱啊 这个路呢 也可以开车下来 四通发达 路也比较方便 好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感谢观看